这场比赛对于广州队的国内球员来说就是一定的考验了 好球非常说的大伙就是喜欢他这个点非常强硬底角三分九好球这边本场比赛已经是两次的抢断勾手这一下富豪啊是把自己弹得太靠外了错位了篮下这球啊他面对的田玉祥也好联盟也好都是身体条件比他更出色的定球啊再给到外线没有能够续上了 打反击陈英俊小马达推起来外线三分九姿势很帅啊 也是在正准受伤的情况之下获得了连续出场的机会 这个后仰的 广州队这边啊四分钟没打完 这已经是犯规到次数了 富豪这几个赛季练的还是练得非常聪明 就是我不怎么投那我就对篮筐保持着足够多的冲击突分陈英俊啊 啊郭浩文幸亏要及时的去协防但是防守球员在被等开好球这球险些打进富豪篮下再起篮板球 也不会让你打一个二加一提升士气 基地 不好被丢了 陈英俊 呦还是抢了回来 陈英俊 三点的防守 其实巴依队这边还可以 但陈英俊最后一架终结的非常出色不假的情况之下 图分 哎呦这球切入的罗凯文是被切断陈英俊 风中啊还是对抗 陈英俊是干扰了一下 挑战高度 哎呦 往里面这么坐着打 所以说外线的投手们也得把球投进 一个强烟雾另外一侧 一脚三分球 刘空博好球 四豪中距离可惜了 他转换 第一下扑的很冒险 陈英俊中距离 李延哲和张永鹏依旧搭档着内心 要掩护之后的中距离 另一次对补上来 滑球线位置 有一定的保障 一脚三分球还是没有 另外一侧 尼奥尔森胡顶三分九 他是有三分的 这球陈英俊 陈英俊今天手感不好啊 陈宇翔今天七投一中 但是他一定程度 两把都有 但是有人能把比分续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第二把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命中率 陈英俊 好球 传得不错 篮下 抹快 再起 一次来到了广州队这边 如果说这球打进 就稳了 撤回来 投中距离 大心脏啊 陈英俊 最后十刻 真的是没有靠外援啊 陈英俊 点过来 投三分 这球投的是太勉强了 应该追不上了 身后其实有一点犯规动作 裁判也不追了 116比112圈掌比赛结束